这是今天的10点不一样精选 先来看海军现有的寄阳级巡防舰越来越老旧 也跟中共军舰出现了代差 使得去年开始打造的轻型巡防舰被寄予厚望 不过呢这也让旧型军舰重获新生 其实我国有着成功经验 当年由中科院跟美商合力研发的五进三型系统 不只让寄阳级的战力比美军交付时还要更全面 甚至一度让我国的海军舰队阵容 拥有全球首屈一指的防空能力 国舰国造另一阶段 轻型巡防舰从去年年底正式起造 目标一共打造12艘 用意是逐舰接棒 系统和船体双双过时的寄阳级 我们的巡防舰或者驱逐舰的这个概念 是即防空反潜以及水面作战于一身 第一个我们考量到预算 第二个考量到这个舰艇 快速建造的一个需要性 基于防卫需求和预算考量 海军筹获新战力 为了加快脚步化整为零 不过近半个世纪前 我国中科院和美商此联手魔改 让上个世代的主战舰攻守兼备 1970年代那时候我们的海军总部有一个小组 叫光武小组 那时候就准备针对我们所有的阳之号驱逐舰 进行一个所谓的武器现代化的一个规划 把这些机械类比18转为数位化 包含声纳 包含武器装备色控 包含整个的战场的状况 都可以整合在一个电脑上面的呈现 甚至他可以提供建议说怎么样去接战 那么我在这个毕业第二年 也就是在我电战官的任内 那么参与了海军的这个武进三号计划 那镇阳军舰是第一艘 两位海军舰艇军官出身的学者 当年就是武进三型系统前两批训员 见证了阳之号驱逐舰在雙级改良后 从二战的老船成为当下先进战力 不只统整舰上武器 也靠创新设计 增加舰艇存活率 以色列六日战争宣告了海军飞弹化 时代来临 我国跟进筹获了精装系统 其间也和美商Honeywell公司 携手开发武进系统 前两个版本帮是三艘杨自豪 安装了反舰防空飞弹 也让海军正式使用战斗系统 但基于长远考量 武进三型用了全球首创的分散式电脑架构 大幅增加的追踪目标 也具备初步区域防空 派里级的船是比杨自豪要新很多 可是他的战斗系统 是比武进三号还要差的 杨自豪退役之后 武进三号这个系统 我可以移植到其他的船上 就代表他的时代性是 并没有落伍 甚至于在 当然大概近十年才逐渐的 产生了跟不上时代的情况 划时代的进展 使于军方话语权比现在更大 而大胆大量采取商售解决问题的方式 如今看来却难以复制 它是一个思想非常先进的东西 先进于比美国的神盾系统 在很多地方还要超越 可是没有研发完成 你敢不敢用 赌注它有很大的风险 可是我们就是做了 做商购的话 那你这个我们军方的人 要投入的这个精力 非常非常非常巨大 而且你要担的风险更大 随便一个什么立法委员 或外面的这个舆论 都可以批评你说 你可能土力厂商 尽管战力更迭 五进三行 仍在部分现役船舰上 肩负海防重责 受惠最大的 莫过于激阳级巡防舰 战力不止反潜限定 为什么能够一直 就是因为它系统的开放性 它可以随时的重组 拆散重组 再建构一个系统 科技的研发 它有延续性的 它不会一下子跳出来 它一定是在汽油的基础上 在往上提升 技术突破 靠着经验堆叠 在我国国防自主 全面冲刺时 过去的成就 或许还有运用价值 DVB新闻 朱光红耶稣 台报到 继续要提供给您 这个最新消息 是中国大陆 未在四川发射中心 预计将在今晚9点左右 利用长征3号运载火箭 发射高分15号卫星 推测升空的路径 恐怕直接飞越台湾上空 而国防部也表示 这枚火箭飞行路径 我台湾中部朝西太平洋方向 高度位于大气层外 而国军正适切的警戒与应处 这是我们提供给您的最新消息 而接着来看 过去两年 美国的科技业 其实掀起了所谓的大裁员潮 原本在美国新创公司 担任软体工程师 跟台湾民众也分享 当时突然被拉进一个会议 直接通知的是被裁员 完全毫无预警 但也认清 这确实就是科技业的现况 就只有你的主管跟人资 他们会说 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今天 公司营运的方生改变了 所以今天就是你的最后一天 原本在美国的新创公司 担任中阶工程师 但工作一年 突然就被通知 自己也在被裁员的名单当中 心态上得调试 认清这就是现在美国科技业的现况 疫情期间 大部分的科技公司 他们看好未来性 所以他们大量的招募 但招募到一定程度后 他们发现疫情结束了 他们需要回归到正常 可是又这么多的人要养 养不起的话 他们就只好大刀阔斧 开始进行裁员的动作 Google的裁员是跟AI有关 没有错 那Facebook的裁员 就像我前面说的 他是因为前面一大量的招募 招募的太快 索性沉淀一段时间 在摩根大通继续担任工程师 但过去被视为 就业经贩晚的软体工程师 不再是安全的避风港 美国科技业 整体进入重整期 再加上AI人工智慧的威胁 不断增加 工程师不再高枕无忧 因为就连科技巨头 都加入裁员的行动 Google它其实这间公司 是从来没有进行大规模的裁员 直到去年开始 我以前的梦想是说 有朝一日我要进去Google躺平 可是我发现Google 现在不能躺平了 你进去以后 你还是有机会会被裁员 所以我的调试就是说 我发现说 我要认清这个事实 我们可以尽量的存钱 尽量的 但是我们同时也要有这个觉知 我们要试着去跟AI做合作 我们可能也要认清说 几年后也许AI很快 就会取掉大部分的人力 近几年美国科技业 掀起大规模的裁员潮 而且根据一份调查 找来近万名的软体工程师访问 只有6%的受访者认为 下一份的薪水待遇 会跟前一份一样 而且AI的生成将会导致止缺缩减 这是根据匿名职场社交平台 Bly去年12月做的一项调查 接近9成受访者表示 现在比疫情前还要难找工作 66%的人认定为难很多 还有近80%的受访者表示 去年就业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 32%的人完全没有信心 如果被离职 还能找到一样的行资待遇 可能跟AI无关的白领工作 第一个因为AI的加成 所以他可能需要的人数下降 第二个是他们把更多的人力 原额挪到跟AI发展的区块 可能是某些部门或者是某些职缺 所以彼此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消涨 所以AI带动了人力需求 另外一方面当然 它也降低了某些人力的需求 当然裁员考虑面向很广 其中也包含刺激股价上升 满足华尔街的期望 裁员似乎成为了一个快速且有效的手段 同时还能强化员工的竞争力 以及工作效率 但最关键的还是脱离不了AI影响 毕竟投资于AI需要大量资金 调节其他人力成本也是原因之一 其实它是被AI影响 但是AI不是取代目前的人力 而是因为他们需要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 需要把这些资源做为他们下一个成长动能也好 或投入更高获利率的获利的产业也罢 就是做一个策略性的移动 而看到台湾像是高通跟随母公司人力调整 不过放眼整体科技业裁员状况却和美国大相径庭 反而对人力需求是增加的面临到缺工的窘境 AI晶片的设计 代工到AI伺服器 包括里面所有的硬体 从晶片到机壳 我们台湾的供应链是非常完整的 因应美国这一波AI的转型 反而对于我们整个人力需求 特别是前线直接人员需求渴望会大幅度的提升 AI发展不容小觑 工程师能力恐怕也有部分被取代 进而影响公司雇佣人才 因此如何学习和AI共存值得深思 在AI浪潮下席卷全球 势必也牵动着未来科技业的就业环境 TB的新闻罗世彭周旋台北报道 不少人认为会念书是因为头脑好的关系 不过国外有老师就观察到 会念书并不是只会背诵理解力 好IQ高还不够RQ也要高 开会前老板和员工们聊聊天 不论是新人还是老鸟都能畅谈 明年都会有企业最爱大学生调查排名 Alice毕业于政大商学院 位在调查的前五名 进入职场九年的她说 在第一关的时候 这样子的学习当然是比较容易脱颖而出 跟注意到 但是她不是唯一 尤其是当你往下去看 不管是你在履历上或是面谈上 其实会更重视的是 她实际上的真材实料是什么 她有做过哪些事情 参与过哪些活动 然后她可以说得出多少 她的观点跟想法 这其实反而是真正会去检核的东西 Alice认为鼎大的学历 是参考指标之一 但适不适合一份工作 有更多的能力和特质要被检视 企业找人才 重视的东西也逐渐再转换 除了反应成绩好的IQ 情绪管理的EQ等等 现在任性伤数RQ是新指标 指的是你遇到困难时 能克服并且应对的能力 也就是耐错力 国外就有老师提出观察 不少人认为孩子很会读书 是因为头脑好 但不是会背诵 理解力好等等学习能力强 就会念书 当中也需要具备 能在念书过程中 克服各种困难的能力 这样的人容易在各领域获得成功 那他真正的关键在于他的recovery的速度 就是我们一定会遇到压力跟挫折挫败 但是你多快 然后你回复的速度跟状态是什么 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在古时候就有这个前辈讲过 善败者终胜 就是他能够处理败仗这件事情 他最终会赢得这个胜利 所以善败就是存活者 你能够在每一件事情上存活下来 不是奄奄一息 而是你可以存活再回过头来 身为管理者认为员工处理困难和危机的能力很重要 以这家公关顾问公司来说 他们在招募员工时 会透过小组个案研究竞赛 来观察求职者的表达 执行力团队合作等等 而在2024年企业最爱大学生调查中 企业建议大学生培养的能力 以解决问题为第一 有60.5% 再来是沟通表达60.1% 第三是任性和适应性占54.2% 还有团队合作跟自我学习都在前五名 我觉得能不能接受跟承认自己的不足够 是非常重要的观念 当你可以接受认知跟承认自己的不足够 你才能真正接受自己足够的部分 那么很多时候 我们不是害怕做错事害怕失败 而是害怕做错事失败之后 原来我们发现自己不如自己原本想象那么优秀 所以我们干脆不做 干脆出一张嘴 或者干脆用批评取代的解法 工作越久会越有感的 就是你的自制力 学习力 然后自我精进跟自我实现的能力 因为就像在学校的时候 都会有一些东西去驱使我们要去前进 可能说是考试 可能是跟其他人的竞争 可能是你要考上一个好的学校 所以你会一直有一个 你必须要去做到什么 但是到工作之后 其实很多人就会开始失去这件事情 职场上自我学习的能力不能停 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 企业对于社会新鲜人最在乎的条件是学习意愿 再来是责任感和稳定度 而这几年不少公司还特别想网络数位人才和跨领域人才 金融业部分在这种储备干部 就会偏重所谓的这个跨领域的能力 特别很多我们看到储备干部MA的工作 他希望你可能不单是这个金融啊或商管 可能有些甚至希望你可以在大学的时候 主修或者是辅系是资讯资工领域或者是法律领域的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金融业会跨足所谓的这种 Fintech这个金融科技或者是这种法尊防治洗钱这个领域 时代在转变 从员工到雇主都要具备学习思维 企业也要给予资源和后援让员工往前 灌老板和灌员工都不OK TVBS新闻张珍王一姐推不到 现代人工作压力大每天都被时间追着跑 学会适度的放空很重要 而且放空其实是一门严肃的脑科学 现代人工作压力大需要适时的放松 唱歌就是一个很好的抒压方式 但想要输解压力不是只有一种方法 有的人会选择透过玩游戏来减压 但其实这里不是一般的休闲场所 而是一间办公室 荧幕变成巨大的Switch游戏机 一旁还摆满各式桌游 再往前走 引人注目的紫色球池 让人误以为来到网美打卡景点 会议室风格五花八门 让员工可以适度放空激发创意 这个空间里面它比较开放 然后它有时候会有 应该说大部分的时间是会有背景音乐的 那对我来讲是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 就比较好去做一些 就是可以放开比较贪心的思考 我们公司有这种开放式的阳台非常的好 因为有时候可以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 顺便休息一下 也可以稍微听一下就是 像外面这种白噪音 有时候会帮助你稍微放空然后放松 理清一下原本复杂的思绪 来自矽谷的新创团队坐落在台北的办公室 500平的空间每处都是惊喜 还设置了咖啡厅户外庭院 员工可以在各个角落与同事交流 不用时时刻刻紧盯荧幕 让大脑放空休息再重新上工 需要去尝试新东西 有时候需要发胎 有时候需要就是放空去想一些不同的东西 所以我们在这边 就是也有像我们这个咖啡这边 就是casual 就是在这种比较relax的空间 你就可以在这边喝个咖啡 你可以跟同事聊聊天 然后在这种时候 有时候我也会想到一些不同 本来没有想到的事情这样子 开会的空间就不用这么死板 就是看起来就像会议室 因为我觉得大家这样子的时候 有时候会太认真 可是其实我们需要的是 可以踊跃地把他的idea讲出来 所以我们的会议室 就是选择像有game room 有ktv 有球词这样子好玩的地方 更有机会把他们一些有趣的点子 讲出来这样子 在工作的空闲时段 伸懒腰放空等行为 都有利于大脑休息 有研究指出 其实放空是一门脑科学 华盛顿大学教授发现 大脑内有一个名为DMN的预设模式网络 当发呆或做白日梦时会自动启动 让知识记忆感觉产生连结 激发创造力 或是想出好点子 其实一开始我们发觉说 其实我们人在那个头脑放空的情况之下 发胎的情况之下我们脑还是会有强烈的运作 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我们透过这个过程的话 可以让我们脑中这么多的这个刺激 透过这个休息的过程中 它可以产生这个连结 做一些整理 那有时候我们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连结 跟这样一个整理 我们的知识 我们的机会 智慧 才能够透过这个过程 才能够做一些累积这样子 所以那个放空跟发呆 它的重要性是在这个地方 放空对生理 心理 认知还有心灵都有潜在的好处 不仅能让大脑休息 心情烦躁时 情绪得以平复 也能让想象力不倾自来 学会适度的放空 回到工作岗位上 也会有更惊艳的表现 觉得最主要就是让大脑可以休息一下 这个是最主要 特别是做创意工作的人 有些时候 你有一些灵感觉得 好像有一点当机了 枯竭了 想东西都想不出来的时候 那其实不妨让你的潜意识 有一些运作发挥的一个空间 那像这样的状况下 越是压力大 对于做一些比较是思考性的工作 或者是需要创意的工作 压力越大 其实表现越差 过度动脑 凡是降低工作效率的杀手 适时的放空 能让大脑休息 重整思绪 现代人生活压力大 放空变成显穴 TVBS新闻 黄冠伟留言宣 台北采访不到 现在大家都期望 自己的退休年龄能够提早 因此退休生活长达25年 甚至更多 更需要提早规划 在日本最近就多了新的名词 叫做退休难民 这是我随手乱画的乡间的情景 就是一对夫妻 介绍着自己的画作 刚退休的Kevin 因为多出大把时间 开始实践不同的兴趣 除了画画 也制作生活影片分享 甚至到古迹做导览志工 我那时候开始有规划 我必须一个礼拜 找我的朋友去登山践行 然后我要去参加导览志工 所以我去报名了很多单位的导览志工 我开始重拾一些 我过去想做 但因为工作的关系 没办法做的 没有时间做的一些兴趣 比如说我开始 小时候我有去挤油 那我开始也开始慢慢把它这个捡回 早在58岁就开始规划 除了财务面 更多的是空闲时间该如何安排 而在心境上其实也不容易 毕竟失去工作上的头衔 因此有很多人顿时找不到自己的价值 在日本甚至还衍生出新的名词 叫做退休难民 指的是顿时重心 不知该如何安排漫长日子的退休人士 这个心境上会有一点点 因为我是赵明夜的人 那刚好我的一个客户 在那边有很大的一个布施 我去拜访他 其实那一天有一点点冲击 因为以前我也是这样 需要来参展跟客人介绍产品 那天我变成是一个参观者 他们来介绍 当然这些我是很熟悉 只是当下那个感觉是有点冲击的 也许有些退休族 因为找不到目标茫然度日 导致生理心理都出了问题 为了避免退休变成压力 在日本有越来越多的首领族返校咒读或是参加活动 不让自己与社会脱节 所以他们有所谓的退休准备学校 从这个退休前五年以内的 还有刚退休的 还有退休满三年之后的人 他们不同的课程 那一开始他是要让他找到生命的价值 所以有人说这个退休之后的人 两个很重要 一个就是信仰 心灵寄托 一个就是美学 艺术 根据内建部公布 2022年国人平均寿命为79.84岁 估算如果65岁退休 等于还有25年的生活 根据主计总处的调查 2023年底 55到59岁的劳参率是61.78% 而同期50到54岁的劳参率 则是77.68% 差距有15% 因此可以看得出来 许多的国人都选择在未满60岁 就先退休 大约45岁以上的 打算65岁过后才要退休的比例 占了14.2% 另外有大约一成的人表示 完全不考虑退休 同时也有另外一成的人 是计划在50岁以下 就想要离开职场了 透过整个调查来看 平均大家规划的退休年龄 是落在59岁 日本精神科医师表示 如果退休后过度担忧财务状况 也有损健康 因为悲观者可能比乐观者 减少10年的寿命 也印证退休需要先规划 在日本和美国退休后 继续工作的状况也越来越普遍 这些人经过北欧国家的研究 都非常好用 但是他们的特性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 他们累积经验丰富 他们有成熟的智慧 所以他们有稳定的情绪 他们看事情周延 处理事情 他很沉稳 所以他可以把事情处理到最圆满 那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常才 那他们是合作互补的 据当退休难民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 还有志同道合的好友 足够的积蓄以及兴趣 如此一来才能让自己的退休生活 走得安稳又长久 TVB的新闻 何将谢丹词太报道 通常过年期间 大家都会吃比较多东西 通常热量也比较高 运动比较少的情况之下 体重就会直线上升 对很多想减重的人来说 有人会执行低碳饮食 来看看过年之后 可不可以描手 许多人过年期间 习惯享受美食 同时又忽略了运动重要 因此过完年之后 体重开始拉紧抱 如何在过完年后 减轻体重 恢复健康体态 必须把握低碳饮食 快乐运动 每天量体重的原则 事实上低碳饮食 就是避免含糖饮料 减少摄取三餐主食的白饭 面包 面条 马铃薯等 淀粉类食物 增加摄取鱼备类 低脂肉类 豆腐蛋 及牛奶 豆浆等 好的蛋白质食物 对于极度肥胖的人来说 低碳饮食是一种 有效的短期减重方法 在改善葡萄汤代谢方面效果 例如改善移岛素主抗 移岛素清除率 和β細胞的功能 与地重海饮食是相似的 同时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 水果 及颧骨杂粮 每天补充2000cc的水分 养成均衡健康饮食的形态 快乐运动 就是要将身体活动 融入日常生活中 不限于刻意去打球 或慢跑等运动训练 可就近利用社区公园或校园 从事快走的运动 通常我们门诊也观察在平均2到3公斤 这是会有的 那等到过完年后呢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 你如果要想要把它减掉你原先的体重 增加的原先的体重 那最好呢 就是第一个 当然回到工作岗位上 你的活动量就会增加 低碳饮食一定对糖尿病患者的心脏血管 或糖分控制 绝对是有好处的 血糖过高会导致全身血管疾病 就是所谓的心脏血管发炎指数会升高 也会导致氧化压力增加 所以如果身体的器官长期处在糖分过高的情况下 就会呈现自由基与抗氧化物之间不平衡的状态 低碳饮食对糖尿病来讲 除了可以控制血糖以外 也针对施打胰岛素的 并有减少胰岛素的剂量 但是生酮饮食是绝对不可以的 生酮饮食等于零淀粉摄取 糖尿病患长期没有淀粉类摄取 身体就会没有糖分可以补充能量 就会开始燃烧蛋白质与脂肪 最后导致酮中毒是非常危险的 提到低碳饮食就要先了解 什么是基础代血率BMR和TDE 基础代血率部分就是维持身体机能 所需消耗的基本能量 意思就是说 即使当我们进食不动的时候 我们身体也会消耗的能量 医师指出如果摄取的热量 长期低于基础代谢率 就会导致基础代谢率下降 一旦恢复正常饮食 就会很容易负胖 低碳饮食通常只具有短期的代谢益处 长期食用效果有限 而且食用性不高 同时还必须考虑 长期饮食不均衡所导致的 低密度子蛋白胆固醇 和总胆固醇升高的减在风险 低碳饮食其实是一直以来 比较被医疗界学界推荐的饮食法 因为它比起譬如说生酮饮食 或断食饮食 这个部分来得温和一些 然后各个营养素的配比 尤其是在糖类的部分 配比又高一些些 所以对于身体的一些冲击性 相对来讲比较少 所以说如果我们用这个低碳饮食的话 那可以帮助譬如说在糖尿病前期的人 延缓它走进去糖尿病 研究显示低碳饮食能缓解肥胖问题 其中一个机制可能是因为 这种饮食能改变肠道菌群 而某些特定的肠道菌群 在能量代谢和减重中 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不过我们最好能改变饮食的认知 将饮食的目的从单纯的减重 转变为健康生活的实践 如果说有糖尿病的病人 使用低碳饮食的话 可以帮助他们控糖 那我们一般人来讲 或者是说这些肥胖 糖胖症的病人 那用低碳饮食 其实如果你掌控的好 也可以达到这个减重的效果 医师提醒执行低碳饮食 还是要控制一整天总热量 绝对不可以无限制摄取高热量食物 否则总热量超过 想要减重恐怕难达成 TVBS新闻 向运强张正安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